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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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有这个上面有残留一些这个红色的印记 对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底部的话 有一些残留的这种红色的印记 这样的话就是说明了它是有曾经被使用过的痕迹 然后它的这个估价的话我们给的比较高 是五十万到一百万 是我们对它也比较予以后望 是我们自己拍卖的重器之一 那像是这种是乾隆皇帝喜欢用在什么上面的呢 一般它喜欢用在一些键上一些书画呀 然后它就可能会把自己的章就是印在上面 表达自己对这个书画的喜爱之情 是它就是自己私人用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私人用的一个印章 那像这一款呢 接下来这一款是一个盘龙钮的灰白玉的印章 真的是相当沉 对 非常的沉 然后同样跟刚才的那个墨玉玺一样 也是体量非常的大 非常的沉沉沉沉的 然后它的四面也同样的应刻着转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龙钮 它的那个形态非常的凶猛 然后它的毛发也刻得非常的细致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部呢 刻的是大清之宝四个字 大清之宝 我看到旁边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小的满纹 旁边这边对 就是它的满纹 然后我们觉得应该就是大清之宝的满本 然后它同样这个底面上也可以看到一些印尼的残留的痕迹 有一些这个红色的印记在这个凤的周围 对 那这一件 这一件是盘龙 这一件是蛟龙钮 蛟龙 这是两个不同形态的龙 对 都非常逼真 对 但是蛟龙和盘龙的话 同样都是就是说皇家 皇帝用的这样比较喜欢用的这个钮的形状 然后这一件盘龙钮呢 我们给出的估价是25万到50万 25万到50万 也是一个这个拍价非常高的一个拍品 对 确实是 这个玉玺是清朝时代的 对 清代的 两件都是清代的 我们看一下下一件拍品呢 下一件拍品的话是翡翠手镯 然后给大家这样展示一下 然后它的颜色非常的漂亮 是一个比较正的绿色 非常非常难得的 很纯粹的绿色 然后关于这件翡翠手镯呢 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鉴定证书 然后这个证书呢是由本地 多伦多本地的珠宝鉴定是Dona McKay开具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鉴定证书上也有时间 时间写的是2016年9月20号开出的 然后这个证书上面还有写它的那个翡翠的等级是AAA 就是我们俗称的A货翡翠 那A货翡翠的意思呢就是纯天然的 没有染色并且没有填充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翡翠的绿色的话 就是更加的难得了 我看到这个翡翠中间这个镯子 还有透过这个光线 很明显的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这个续状物 对它就是属于那种翡翠比较特殊的 自己的这样一种矿物的内部构造 而且它这个续状物分布非常的这个均匀 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非常好 橙色非常的好 是很难得的一种纯粹 对 没有经过染色能有这么绿色 是 很难得的 对所以这件翡翠我们给出的估价呢 是10万到25万 10万到25万 这一次的这个拍卖会有很多的这个重头戏 对 那接下来我还带来了一件展品呢 就是是我们的第228号拍品 是一个鸡家男士自动腕表 嗯 然后这件腕表呢 它是一个这个大牌手表 对对 它是一件古董的那个Vintage的名表 是1970年代制作的 这个系列叫做Albatros 然后可以说这个Albatros系列 就是鸡家超博大师系列的前身 然后这块表的厚度仅仅只有8毫米 然后它的表镜的材质是蓝宝石水晶玻璃 它的白色的表盘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星期日期和月像的显示 就是在这个圆形的蓝色的这个圆形的这一块地方 然后它可以比较准确的告诉人们 月亮在一个周期开始或者结束的形状 我看到它这个好像是保存的非常好 对 多少有这个痕迹 对虽然它是一个Vintage的表 但是呢可以看出就是之前的主人非常的爱惜它 所以说呢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表面上 都是没有一点点画痕的 它这个表链是采取的什么材质呢 它的表链和它的表壳呢 都是由18K金和金刚材质打造的 然后它的表的背面呢 也同样刻有这个系列的名字Albatros 以及它的出产序列号1452025 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侧面以及背面 侧面还有 看到这个侧面的做工也是非常精细的 非常精美的一块手表 对 那这一块手表的估价大概价值在哪里 这件手表的我们给出的估价是8000到16000 8000到16000这么一个估计 是啊 我们下一位 在下一个藏品呢 在下一个是可以说瓷器是我们巴巴巴的一个 一直都会有的一个 而且是一个种类比较丰富的一个品类吧 然后这次我带来的是一个宋代歌谣双耳屏 然后它的造型比较古朴 然后歌谣呢它比较特别 它是一种很独特的美 它是由于受热的膨胀系数不一样 在冷却的过程中呢使这个鱿面开裂 然后 就是说你所指的是这个瓶身上面的花纹 对 瓶身上面的这个裂纹 其实这个裂纹呢本来是一种就是瑕疵 是属于这个鱿它就是没有做好所以开裂了 但是古代的那个宋代的文人呢 反而把它看成是一种缺陷美 就反而开始欣赏这种开片的美 所以说它就受到了追捧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就是带来的这个瓶子呢 它的那个开片的纹痕开在这个灰青色的这个鱿面上 隐隐约约若隐约的 然后它的底部呢 还有它的口部呢 可以看到也同样布满了这个灰青开片的鱿 是 上下是整个一体性非常强的一个花瓶 对 这个花瓶我们给出的估价是3万到5万 3万到5万这个花瓶 那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拍卖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这次的拍卖时间是10月27号星期四下午2点 那我们这次一共有425件拍瓶 425件拍瓶 都是一些什么类型的比较多 我们其实可以说是分布比较均匀吧 就是每一个种类都有 除了当然我今天带来的玉器 这是重量级的一些 我们还有书画 还有一些杂像等等 那就像说这个拍卖估价是从多少钱开始起的呢 拍卖估价也有从几百到几千几万 包括我们现在今天带来的几十万的都是有的 就是属于是各种各样的 对 所以说 那唐佳他应该可以在我们这425件东西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 所以是说有书画类的 对 有瓷器类的 有这个宝石珠宝类的 对 还有这个重量级的玉器类的 对 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比较吸引人 吸引人眼球的一些东西 能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吗 可以说 我会建议大家多关注一些瓷器类吧 因为我们瓷器就是说是我们巴巴就是比较悠久的一个品类 而且它是几乎是每一场拍卖都会存在的 然后我们的瓷器也比较的多 比较的丰富 然后也很建议我们的藏家可以到我们的现场去 就是可以亲手把拔一下 这一件花瓶只是众多这个瓷器拍卖品中的其中一个 对 只是有一些它是融合了一些宋代的一些这个美感在中间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作品 对 那像这个珠宝类的呢 除了这个翡翠以外 还有什么材质的一些 除了翡翠以外 我们珠宝还有一些就是也是有鉴定真书的一些珠宝 然后它的价格呢 就可能比较便宜进人一些 然后 毕竟这已经是属于非常高的一个股价了 对 非常顶级的 对 市面上很难见到橙色这么好的一个 对 确实是的 那藏家如果喜欢就是我们的珠宝呀 或者任何类型的东西的话 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去看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拍品还有图片等等 一些状况报告都在我们的那个官网上有 那我们的拍卖会是持续多久的一个时间 我们的拍卖会就是27号这当天 然后下午2点钟举锤开始开拍 那但是我们有预展 我们的预转时间是拍卖前的一周 从10月22号 11点到5点 然后10月24号到26号 11点到6点 还有10月27号 11点到1点 那 就像我刚才说的 藏家可以在我们的网上观看我们的网络预展 然后我们也有微信 电话 还有E-mail 可以联系我们 然后找我们 找我们所要状况报告 然后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亲自来到我们的拍卖会现场 亲自的就是把玩一下这些藏品 是的 所以说这一次如果要是您特别喜欢或者留意这个藏品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我们888拍卖行这么一个绝好的拍卖机会 那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888拍卖行的公共号 刚刚打在了这个屏幕的右下角 那也非常感谢888参品为我们带来这些真品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